Hello 宝贝们 我之前有一期视频来给大家分享过 我自己收藏的年度小众香水 那其中有提到过一支是Lubin的Ika 就是这一支 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 可以去看之前的笔记 今天我又说了八支Lubin的香水 来给大家做一个全测评 Lubin深受黄石的喜爱 真的不无道理 老规矩 从我自己最喜欢的 先开始聊 阿黑女士 看前调里面的酸感 苦感和清香感 都做得非常的均衡 三分钟之后呢 你会闻到树莓的果香 和一点点的玫瑰花香 整个的香感就非常的年轻 很适合夏天来穿 特别的优雅显气质 这一块是Lubin家的壁乳款 Garisty 这支前调是清新的葡萄柚和柑橘 一分钟之后呢 会出现怨尾的香气 到了三分钟以后 才会流露出来微酸的玫瑰花香 是特别小家碧玉的玫瑰 香气里面是可以闻到 星星点点的绿叶气息 跟他们家最出名的那支黑鱼相比的话呢 Garisty就会显得更加轻盈一点 春夏会比较好穿 如果说你买不到狐狸 你可以入这支Garisty 命运 这支开篇是清酸多汁的苦橙 也特别的清苦 三分钟之后是广获香 墨药和香草 它的香草里面 会夹杂着一点点的玫瑰 中后调就是大把大把的香草 香感是特别的中细而温暖 是日常很好驾驭的西普调 男生女生都可以穿 黑鱼 前三秒是可以闻到白松香和香柠 真的很快就三秒钟 之后就会转成焚香玫瑰和肉桂 是温暖而辛辣的开篇 半个小时以后呢 整个香感是以焚香 广获香和香草为主 是非常容易接受的花香系普调 香感会比杜松子酒来的稍微厚重一点点 整体的感觉偏花香木质感 更加适合春夏秋三个季节来穿 杜松子酒 它的前调是清透当中带有酸甜感的杜松子酒香 在酒香里面又包裹着花香 花香是优雅的愿味和玫瑰花 你在隐约当中是能够感受到愿味根的粉质感 这是一只很淡雅的酒香花香 香感很斯文秀气很平和 这个味道很适合日常酒香 只是有一点轻微的脂粉感 看你能不能接受 这只香水跟潘海利根家的一只勤酒香比的话 柳香会稍微更久一点 更加适合春秋两个季节 Upken男士 这只前调是非常深色的杜松子的果实和葬红花 给人的感觉是既厚重又温暖的 这里面皮革感并不重 已经被修饰的非常融合 这款非常适合秋冬来穿 这只叫银朵 其实这个银朵 跟我们通常所说的百花里面的银朵 不是一回事 它只是一个英译中的产物 前调里面的葬红花和朗木酒非常的明显 带有一点点微苦感和轻微的丁香 算是一只比较重口的酒香木香 也是很适合秋冬 这只是艾卡我之前有介绍过 香草乳香给人的感觉特别安心 这只留香时间不得了 玛拉巴尔公主 它的前调是甜美的香柠檬 紧接着就是伊兰木兰和茉莉 它的香感会特别少女 尾道里面你会闻到一点点小杏仁 真的是适合娇滴滴的公主 有点小性格的那种 在这酒汁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前诗女 Gristie 独松子酒和黑玉 哪只香气有戳到你 评论区告诉我吧